郭文化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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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件事很多谢大家今天给给一个机会我 给了一个很困难的题目 等会大家会明白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题目那么困难 关于个Global Trends in Public Health 整个世界的公共卫生的大趋势 首先第一件事,我想利用最初五分钟时间多一点,将我自己介绍给大家认识。 刚才Ada很好人,一轮载地告诉大家,我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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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其实大家都会知道,我现在的身份是一个医学院院长, 只是一个医学院院长所告诉大家,纯粹是一个行政上的工作。 实际来说,我以前的一个更重要的工作,除了中文大学毕业生之外,是一个内科学系的教授。 一个内科学教授,就是做什么呢?有很多不同的专科可以做。 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说,我自己是一个腸胃科的专科医生。 我是一个腸胃科医生,我花了很多时间都是做内视镜,我们叫做endoscopist。 我叫做endoscopist。 不要按下张浪费。我想问问,在座当中有没有同学是怕血的? 有的,是吗? 我给大家一些心理准备。 接着我给大家看,是一个视频片,很短的而已。 里面有血的。 所以如果大家害怕,我想给大家一些心理准备,甚至乎, 即是怕时遮住眼睛,先不要看着。 下一张视频,麻烦。 帮我拿下来。 这个呢,是一个病人,一个胃出血的病人。 现在看到这里呢,是一个胃里面。 是一个八十多岁的婆婆。 她半夜三点回来医院。 你看到胃里面,中间好像在喷泉,喷着血。 那时候我做的事呢,就是,我的同事召我回来说救命,搞不定。 那我要做的事,就是尝试帮她用一些内视镜的方法,给她止血。 简单来说呢,我还有一个止血碱, 鉗到流血的血管那里去,尝试和她止血。 我告诉大家,早大约是三四十年前, 没有这些方法,所有这些病人都需要去做手术。 通常做手术的结果呢,就是超过一半以上的病人,因此而致命。 通常,外科医生告诉你,我的手术很成功的,没有问题的, 就是病人受不了。 那其实,如果用这些方法呢,就是希望那些不需要开刀的方法, 来帮病人,来处理、医治了她的问题。 那,为什么我要给这些东西大家看呢? 除了我想介绍,我自己给大家认识, 大家有多一点深刻印象。 刚才我看到有同学,就遮住了,不敢看。 给大家深刻印象之后,我想让大家知道, 究竟我作为一个专科医生的工作, 和今天将会讲的课题, public health有什么关系呢? 简单来说,我作为一个医生, 或者大部分香港的专业医生, 其实每天所做的事, 是对付每一个病人不同的特别的病。 但是这些病和public health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什么叫public health? public health就是说, 举个例子, 用刚才我所说的胃出血的病人。 如果我告诉大家, 接下来的10年, 将会越来越多老人家, 有这个胃出血的问题出现, 而这个呢, 是变成对于社会的医疗架构, 是一个负担, 整体的经济效益的方面, 是否是一个威胁呢? 这个就是public health的issue, 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 因为要处理这个问题, 就不是说个别医生, 会不会用止血钳, 内视镜的方法去处理, 而是说, 我们可不可以看到整个大的画面, 大的图画, 知道如何来到, 可以从一些政策上, 教育上, 可以帮助我们整个社会, 去减少这一方面出现的问题。 这些很简单来说, 在对于一个, 不是public health出身, 不多认识public health, 因为我们有一个真正public health的专家。 这样呢, 我对一个医生来说, 认识的public health是什么? 下一张slide, 其实我今天将和大家所说的东西, 不单只是public health这么简单, 近年来一个更加热门的话题的topic, 叫做global health, 一些世界整体的卫生。 public health和global health有什么特别的分别呢? 很简单来说, public health就是可能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国家所面对到一些问题, 但因为我们所说的, 在全球, 大家都一起, 有机会, 直接或者间接, 要面对的问题。 可能那些问题, 是和自己本地有关的, 但可能那些问题, 你必直接关于我本地市的第一个, 由于一些全球化的影响, 我们避都避不开的, 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 其实很大方面, 都是一个global health issue, 所以从这里, 我想让大家知道, 如何由一个小小个个人的专科医生, 去到一个社会的问题, 以至到走出整个我们本身香港, 如何看整个世界大环境, 可以吗? 在我接下来的slide, 我选了几个, 我觉得, 是全世界都要直接或者间接, 要面对一些威胁的, 我想和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分享, 第一件事, 就是说, 一些感染的问题, 感染, 我将它分成两个类, 一类叫做新的感染, 就是一些病, 一些感染, 以前大家未听过的, 或者有些感染, 我们知道有的, 知道了很久的了, 只不过近年来, 又突然间, 种种的缘故, 又多了起来, 下张slide, 麻烦, 第一件事, 如果说新的感染, 我相信, 大家一定会很耳熟能长, 中东沙士, 是不是? 或者我们叫Mertz, 最近几个月前都不用多了, 南韩, 我相信大家中有同学都会去过的, 香港人很喜欢去的地方, 因为这个问题的困扰, 令整个国家, 整个国家那段时间, 陷入一个混乱, 一个困境, 影响了旅游业, 直接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效益的损失, 很大, 甚至令人质疑, 他们的国家, 医疗体系, 究竟是不是很健全的呢? 有没有能力, 有没有办法来控制这些方面的问题? 你可以说, 这个问题, 中东沙士, 应该是中东的问题, 是的, 是中东的问题, 应该不关南韩的事, 但是大家看到, 由于我们全球的人口, 是四维流动的缘故, 飞机实在太方便了, 所以问题是一个地方, 大于是另一个地方,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那些问题是中东的问题, 或者是下一张文章, 伊波拉病毒, 伊波拉病毒, 源自西非洲的, 大家会觉得, 幸好我们香港今时今日, 都还没有伊波拉这个问题, 但是呢, 你永远不会知道, 何时下一分钟, 竟然香港会出现第一个案子, 我可想告诉大家, 如果香港出现第一个案子, 可以很快, 一个月之内, 突然间会有几百个病人,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一点都不出奇的事, 所以, 我们面对全球的问题, 不要只想一些, 香港眼前会遇到, 在一些, 地球领域角落的问题, 随时, 因为现在交通很发展, 很方便, 会带给我们香港的地方, 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 新的感染, 以及一些, 70年代开始已经有, 但是, 由于种种的缘故, 那么上, 突然间有新的爆发, 令到变成全球的一个威胁, 第三样东西, 等等先, 如果我说感染, 我提出两样东西, 伊波拉病毒, MERS, 大家可否说一些给我听, 是会对全球都有影响的一种感染, 大家有没有想到, 有, INFLUENSA, 劉錦, 都听到, 有跟我说, 外脂病非常之好, 还有没有, 灯架热, 还有呢, 灯架热, 香港是比较少见一点, 但是偶然我们听到, 外脂病, 我们香港都会有的, 经常有很多宣传的短片, 大家会有一个感觉, 香港有这个问题都不算很严重, 下一张slide, 麻烦, 其实正正, 我们要想一下, 有没有全球, 都会影响了很多不同人, 很多国家的病, 这里包括, 刚才同学说到, 外脂病, 红色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红色的部分, 就是说感染得比较上, 是很严重的地区, 包括整个, 欧洲, 苏联的地方, 非洲, 南美洲的地方, 除了红色的地方之后, 大家, 有一件事, 大家很多时候会忽略了, 就是肺结核, 或者肺脑病, 蓝色的部分, 肺脑病, 其实是有了很多很多年, 一种很古老的病, 在香港, 如果你回到30年代, 50年代香港, 引起肺脑病的, 基本上, 很多人都会无命的, 又虽然不是无病, 无命, 以后, 一世人都发觉, 身体都会很差, 虽然我们现在, 有些很有效的治疗, 或者预防肺脑病的药灭, 治疗的方法, 但是, 我们都依然没有办法, 将肺脑病, 完全赶走了, 或者控制了, 所以, 这些是我们, 同时间, 面对着, 一些新的, 和一些古旧, 但是古旧得来, 是我们一直都无办法, 完全彻底清除的疾病, 下章章, 除了感染之外, 第二件, 我们大家, 全球要面对的问题, 就是灾难, 灾难, 这个例子有说, 地震, 有灾难, 森林大火, 最近大家都留意到, 印尼有个大火, 森林大火, 连新加坡, 足足一个, 两个月, 都是灰灰暗暗的, 山泥傾瀉, 甚至大火不是森林, 可以是很近住宅区, 就算美国, 一个这么出名的地方, 这么鲜重的地方, 不时在挪散这些地方, 可以大火大火, 令人要搬家, 要走人, 或者是有很多不同的风暴, 可以是冬天, 可以是夏天, 其实, 我想慢慢问, 大家这些灾难, 是否真的天灾来的? 不是完全是, 哪些不是天灾? 好像山泥天石那些, 有机会是, 好像政府宣传那样, 是, ok, 那这个, 水浸呢, flooding呢, 水渠失着, 其实, 我们讲灾害, 大家看看是对的, 灾害呢, 不是全部都是天灾, 我们越来越见, 很多是人祸来的, 是人造成的disaster来的, 而, 对于我一个, 很简单的人来说, 一个大型灾害的意思就是, 那样, 那件事情, 发生在那个地区, 或者那个国家, 是影响了很多的人, 甚至乎同时间, 令到那个地区, 或者那个国家, 本身的资源, 或者本身的reserve, 没有能力去承受, 那种特别的事件, 这个就是灾难, 不然, 那些事件会发生, 如果能够够做到的, 就不算一个灾难, 下一张 slide, 其實我講到災禍之餘 其實我們都要考慮到第三件事 其實跟我們的災禍有直接間接關係 就是environmental pollution和climate change 我想說environmental pollution和climate change 大家這方面 在特工中學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不同的課堂 很多不同的討論小組都談過這方面的問題 以pollution來說 這是香港的一個銅鑼環的地方 這些在其他不同的 菲律賓的地方 在其他堆田、垃圾的地方 我們講污染有很多種不同的污染 當然以空氣的污染來講 我們有一些粒子方面 particularmatic的污染 也同時間大家不要忘記 在空氣裏面 除了原浮粒子所導致直接 或者間接的病之外 有很多其他空氣裏面 其他的氣體 都對我們身體 有一個不停程度上的損害 包括有臭氧 有其他的 nidrogen dioxide 和sulfur dioxide 這些對我們的眼睛 皮膚 呼吸系統 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影響 我們可以稍後多一點時間講一下 這些不同的空氣上的污染 究竟對我們的身體 以至整個環球社會 的影響有多大 下一張sled 除了講了空氣污染之外 那個氣候的轉變 大家可以告訴你 氣候的轉變 究竟對我們整體的global health 我們的健康環境 衛生來說有什麼影響 有什麼影響 例如呢 例如有什麼物種大滅絕 不極紅 其實簡單來講 環球的氣彎的改變 是有很大很大的影響 現在全世界有很多不同的 醫學家 科學家做了這方面的研究 簡單來講 要分成直接 和間接的影響 直接的影響 其實是很簡單的 太熱 熱死人 中暑 我們經常都聽到的 太冷也要冷死人 另外 直接 由於氣溫的改變 影響我們水位的高低 因為太熱 水位上升的時候 引致很多水汁的問題 太乾的話 也有乾汗的問題 但大家不要忘記 環境的氣溫改變 對整個環境間接的影響 剛才有同學提過 例如蚊患的問題 登革熱病 這種病 或者弱疾這種病 通常在一些熱帶的地方 涉事大約是35至40度 這個環境 是滋生得最多的 所以 以往來講 大部分都是 某些熱帶 或者亞熱帶的地區才有 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大家相信 再過多30年 然後告訴你 整個全球的氣溫 是上升多1至3度的話 即是說原先一些 不應該是藥疾 或者是登革熱 是常見出現的地方 由於整體的溫度上升 很可能連那些地方 都變成那類的疾病 的溫床 或者是越來越多 同樣道理 如果氣溫太低 也有太低的問題 所以這個全球暖化 這個問題 是令到全世界 很多方面 很多人都很擔心 不僅僅是北極熊 究竟它捉不捉到一個地方 讓它搵食 而是影響我們 其他地方 不管是熱帶 或者是寒帶的地方 都是同樣要面對的問題 下一張 slide 麻煩 我們講完一些天災 人禍 以及我們越來越多 一些人為的因素 這些人為的因素 在下一張 slide 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剛才跟我提過肥胖的問題 我想問大家覺得 香港來說肥胖的問題 嚴重嗎 我想讓大家知道 肥胖不只是說 樣子不好看那麼簡單 穿衣服難買衣服那麼簡單 我們現在也知道 很多很多的疾病和肥胖有關 大家常見和肥胖有關的疾病 大家知道是什麼疾病 糖尿 還有呢 心臟 還有呢 血壓高 還有呢 腦血管病 關切炎 還有呢 還有沒有呢 中風 就是腦血管 腦血管病 靜脈曲張 你可以說有關的 都有些關係 但是未必完全關係 大腸 大腸 大腸癌 這個同學說得很好 我想告訴大家 不單止大腸癌 有很多種不同的癌症 剛才我聽見有脂肪肝 有脂肪肝 現在我們知道 尤其是在美國來說 將會是導致肝癌 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簡單來說 肥胖 不單止引致心腦血管的病 我們越來越知道 很多的癌症 其實是和肥胖 有一個直接或者間接的關係 當然我不會和大家講一堂 醫學的教育 這樣由肥胖 如何影響細胞 如何演變成癌病 不是今天的話題 所以肥胖 這是一個很嚴重很複雜的問題 下一張斷 除了肥胖之外 我們另一類 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 叫做NCD 叫做Non-communicable disease 即是一些非傳染的疾病 其實剛才大家數了很多 在90年代那時候 我們發覺最常見致命的疾病 就是說 肺炎 一些傳染的肺炎 引致死亡 你發覺當年90年代 心臟病 觀心病排第七 去到2010年你發覺 心臟病已經排到第二 甚至第一位 同時間你發覺很多癌症 這個2010年的風格 已經未夠最新 最新來說 剛才各位同學提到的大腸癌 以及我們的肺癌 已經成為我們香港 第一第二號的癌症 而且如果你去到 全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 包括西歐的地方 大腸癌、肺癌 都是全世界很多不同的國家 數一數二的殺手 這些都是我們面對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大的問題 所以你發覺 我們現在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問題 糖尿病 除了糖尿病、心臟病 喝酒、吃煙 引致直接和間接的問題 都是我們今時今日 在健康衛生方面 公共衛生方面 我們遇到一個很大很大的挑戰 下一張 slide 最後呢 人口老化 大家都會聽到新聞講到 我們香港大約在二三十年後 每三個人 將會是年紀六十或六十五歲以上 包括我在內 我講一個好消息給大家聽 根據世衛組織 一個新的建議 一個新的分類方法 六十歲的人士 都將會被界定為青年 所以我聽到之後 我很開心 我都會繼續做一個青年 或者由一個中年 慢慢遲些變化就會變成青年 這是自己哄自己開心的事 下張 slide 麻煩 這個是給大家知道 我們的國家 中國大陸 現在人口的分佈 在這邊 就是我們現在現時 我們2010年代 你發覺 我們大部分的人口 在中國大陸裏面 都圍繞著三十歲至五十歲 但是大家都看到 再過多大約是三十幾年左右 我們在中國國家大陸裏面 那個老年的人口 將會是一個佔了一個非常之重的比例 亦都有些數字顯示 現在在中國大陸裏面 平均來說 每一個年輕人 或者工作人士 要負擔七個年長的人士 方面經濟的負擔 亦都有這個緣故 大家早兩天都聽見新聞講到 國家正式決定 放棄一孩政策 打算用兩孩政策 目的是希望 要增加多些下面的人口 否則 將來都不知道 怎麼處理 這麼多 越來越多老年的人口 講到公共衛生 講到全球衛生 講到很多不同的天災人禍 為何無端端講很多 human rights ethics 什麼conflict 這位同學 這位女士 到時 恭喜你慶祝 今年一百二十歲生日 但那時候 你已經睡在病床上 已經睡了十年了 你猜你會怎樣 你猜你會不會想說 醫生 你可不可以讓我簽一張紙 然後你給我打針 不知道什麼 讓我安樂 死 可不可以 牽涉到很多ethics的問題 我們可不可以這樣做 告訴大家 今時今日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香港法例 是不容許我們這樣做的 第二件事 剛才我們講過 我們人口越來越老化 cancer越來越多 腦血管的病 我問大家多個問題 那些糖尿病 肥胖 心臟病 很大程度上 跟我們生活養食習慣有關 這些是否我們自己選回來的東西 沒有人逼你吃麥當勞 我現在講得了 沒所謂 沒有人逼你吃麥當勞 漢普包 沒有人逼你吃肥膩的東西 是你自己選回來的 沒有人逼你吃煙的 那你做了這麼多東西 然後有什麼病出來 為什麼要社會承擔 你們自己人為生活不好的 生活飲食習慣 為什麼要社會承擔這件事呢 那是不是應該你們自己負責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值得debate的問題 第三 人越來越老 醫療的開支越來越大 那政府投入資源越來越有限 我們作為醫學院的人 我們要做很多科研的工作 做研究或者政府給研究經費 那你說給政府聽 我們應該放一些研究經費 得這麼多錢 錢是這麼多 應該放下去 去研究那些 怎樣令到那些人 更加可以活得長命些 怎樣活得長命些 有些癌症 醫療不到我再醫療到它 令到你由120歲 可以活到150歲 這樣做這些好 我們應該說我們把資源 去研究一下 如何預防某些疾病的發生 預防某些疾病的開始 明白我的意思嗎 換句話 我們是不是應該把資源 不要放那麼多 再搞什麼尖端科技 你令到那些人 生活得長命些 不會開心些 可能那些人更會怨你多些 這些就是一些很複雜的 喂 Human Rights War Ethics War 這些是一些很複雜 由我們這個叫做 全球的健康的問題 引申到這些很複雜的問題 我們都需要去想的 下張細 所以 剛才我講過那幾個天災人禍 我們二十一世紀面對的問題 我想 我有一張很簡單的 summary slide 告訴大家 什麼叫 global health 什麼叫 public health 什麼叫一個醫生 醫治疾病 就是我這些很簡單 很simple minded的 專科醫生所做的事情 當我們要處理一個 地區一個國家問題 那些就叫 public health 我們需要教育 需要政府的政策 但是一去到整個世界的環境層面 我們需要一個 global effort 任何一個地區 單獨一個地區 或者舊的地方 都不可以改變任何的問題 下一張 slide 講了很多問題 那怎樣處理 什麼行動可以做呢 其實 我們今時今日 如果要面對這麼多問題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有什麼辦法 令到我們的社會最高那裏 做得一個 resilient community 即是說 令到這個社區 這個社會 可以能夠承受得到 面得到 種種這些方面 社會 全世界大環境的改變 剛才我講的事情 我們避免不了 我們一定會發生的 對不對 但我們怎麼可以應付到這個問題 要應付這個問題 我們所講這個 circle 第一件事 我們需要 有一個 evaluation 有一個評估 人 教育 社會的基建 社區整個結構設施 以及我們的社會 有什麼 capacity 在under evaluation 承受這方面的問題 當我們做了一個初步評估 知道我們缺乏什麼 舉個例子 原來人的教育還是很差的 個個都喜歡吃煙 個個都喜歡吃很肥膩的東西 從來沒有意識到 這方面引致到 剛才所講的問題 要教育做多些事情 或者整個 infrastructure 環境的 health infrastructure 是不行的 我們要重新想過做過 初步評估之後 所以下一步就是 plan and adapt 怎樣因應那方面 fill gaps 那些未能夠完善的地方 儘量去完善它 還有我們很重要的說 那個叫preparedness 我們今天香港 沒有伊波拉病毒來到 很好運 還沒有中東SARS 中東MERS來 我們覺得很好運 但是萬一發生時 怎麼辦呢 我們有沒有應變的措施呢 記得嗎 我們早個星期 突然間 有隻等船撞到青馬大橋 立刻就好像癱瘓了兩個小時 我想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還記得早一年佔領中環嗎 大家有沒有參與佔領中環嗎 沒有所謂的 我完全沒有 我政治中立的 大家有參與 那時我自己跟同事說 為什麼要佔領中環呢 你佔領青馬大橋就搞定了 是不是 佔領青馬大橋 不用六十日 六個小時或六日 當時政府要出來跟你聊天 跟你說話 所以有時我都覺得那幫人 熱血是有的 要多一點明白 什麼叫公共健康 全球健康 萬一真是不幸運 有問題出現了 那時候 真是應變措施 我們可不可以怎樣處理那個真是災難 處理完災難之後 下一步就是 我們要恢復社會之後 其實 一個災難來到之後 我們縱使有很好的應變措施都好 我們下一步要講的是什麼 是講復原 講recovery 復原 當全世界都有很多不同的需要的話 你選擇哪一項復原先 哪個叫首要復原 哪些叫次要 哪個叫罪無重要 全部一早就有planning 如果政府沒有這個planning 到時全個社會 社會都要攤大手把 問你補救制的話 你不知怎樣算好 復原之後 從故事當中我們學習 令到下一次預備得更加好 其實我們所講的 我們面對全球這方面的 public health 的問題 我們需要這樣一個 這樣的 cycle 來做 resilient community